饥饿游戏三 嘲笑鸟 第九集 让我回到基础美容状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Plutas已经很有预见性地从Kapit带来了各种工具 化妆品 饰品 我的化妆师也使出浑身解数 但 妆呢 从我胳膊上取追踪器而留下的那块伤疤 却很难处理 当时为我缝合伤口的医生没有一个考虑到它的外观 现在 我胳膊上有一个苹果大小的咯哩咯哒的疤痕 平时 这疤痕被袖子遮住了 但是 西娜设计的嘲笑鸟的服装袖口正好地胳膊肘部 事情很严重 不得不叫来Ferrea和Plutas商讨此事 我敢说 Ferrea看到这疤痕一定会引起呕吐反应 对于一个与饥饿游戏组织者一起工作的人来说 他 算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 这也许是因为他看到的恐怖场景仅限于屏幕的缘故吧 大家都知道 我这里有块疤 我阴沉着脸说 知道和看见是两回事 这疤痕会引起人的反感 我和Plutas吃午饭时好好想想这事 哎 没什么大不了的 Plutas无所谓似的挥了挥手 可以带个碧姑什么的 他们的话令我内心无比厌烦 我穿好衣服 准备去餐厅吃饭 我的化妆师们色索在门外 有人给你们送吃的吗 没有 我们得去餐厅吃饭 威尼要回答我 一想到这三人跟在身后进到餐厅的情形 我不禁暗暗叹了口气 可管他呢 反正总是有人盯着我看 这次跟以往也差不多 我带你们去餐厅 来吧 平时 我所到之处 总会引起人们的窥视 和窃窃私语 可 这与外表古怪离奇的化妆师 所引起的反应相比 真是小屋见大屋 所有看到他们的人 都张大了嘴 直直戳戳 甚至还伴着惊呼 不用理他们 我对我的化妆师说 他们低垂着眼睛 木然地站在我身后的队列里 领了自己的午餐 一块颜色灰暗的鱼 一碗炖黄秋葵 还有一杯水 我们坐在桌边 挨着夹缝地带的人 他们比十三区的人 还略显得克制些 也许 只是因为太尴尬了 李维 十二区的邻居 小心翼翼地 给我的化妆师们 打了个招呼 该儿的母亲 黑字 肯定知道 他们被囚禁的事 她举起一勺炖菜 说 别担心 这吃上去 比看上去的要好 可最能缓解这种尴尬局面的 是盖尔五岁大的小妹妹 波尔西 她从长凳边 蹭到奥特威亚身边 试探性地 用手指摸了摸她的皮肤 你是绿的 你生病了吗 这是一种时尚 就像 有人抹口红 我回答她 这是为了好看 奥特威亚说 我可以看到 她的眼泪 正在眼睛里打转 波尔西想了想 实事求是的说 我想 不管你是什么色 都好看 奥特威亚的脸上 浮上了一丝笑容 谢谢你 要是你想给波尔西 留下深刻印象 你得把自己染成鲜艳的粉色 盖尔说着 把她的餐盘 推到了我的旁边 那是她最喜欢的颜色 波尔西 哥哥的笑着 倒在妈妈的怀里 盖尔超弗拉威的餐盘 点点头说 要是我就不会等菜凉了再吃 那样味道也不会更好 大家都开始埋头吃饭 炖菜味道还不错 可就是黏黏的 好像每吃一口都要咽三次 才咽得下去 盖尔一般吃饭时 没什么话 可今天 他努力找话题 他问起了嘲笑鸟造型的事 我知道 他是试图缓和气氛 昨晚 我们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他责怪我逼得科恩 别无选择 正因为我 提出几个胜利者的豁免条件 为了平衡 科恩也只好开出 他自己的条件 凯特尼斯 他是这个区的统治者 他不能在公众面前 显得适适听从你的安排 你是说 他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 即使这意见是对的 我反驳他 我是说 你这么做 让他处境不利 让他赦免批他和其他人 可谁也不知道 他们造成多大的破坏 这么说 我根本不该这么做 而让他们自己去撞大运 其实 这么做 也没什么了不得 反正 我们都是在碰运气 说到这里 我气冲冲地 砰的一声 把门关上 把他 关在门外 我吃早饭时 也没跟他坐在一块 后来 普鲁塔 让他去参加训练 我也没跟他说上话 我心里明白 他是关心我 才说的那些话 可我需要的是 他站在我一边 而不是科案一边 他怎么可能 连这个都不知道 吃完中午饭 按照时间表的安排 我和盖尔 要去特防部 去找Ped 我们坐电梯时 盖尔问 你还在生气 你还不道歉 我还是坚持 我的看法 你想让我撒谎 不是啊 我想让你重新思考 并得出正确答案 我对他说 可 听了我的话 他只是哈哈大笑起来 没办法 随他去吧 拼命纠正他的想法 也毫无意义 我之所以信任他 原因之一 就是他能说实话 特防部 在很深的地下 几乎和关押化妆师的 楼层一样深 这里 全是蜂窝式的小房间 里面布满了计算机 实验设备 研究设备 和测试仪器 当询问起Ped在哪时 有人给我们指了路 我们穿过迷宫式的房间 最后来到一面 巨大的玻璃窗前 透过窗子 我们看到了 十三区最美的景色 一个大草坪 上面生长着真正的树木 和坠满花朵的植物 蜂鸟在花丛里飞舞 Ped正一动不动地 坐在草坪中央的 一张轮椅上 观察一只 飞在半空 正从一只橘黄色的花朵里 瞬息花蜜的 翠绿色的蜂鸟 蜂鸟 刷得一下飞走时 它的目光 也追随着它 这时 它也看见了我们 它热情地向我们挥挥手 示意 我们进去 这里的空气 清新凉爽 不像我想象的 那么潮湿闷热 蜂鸟 看着兴奋的光 你不觉得 它们很棒吗 十三区 在这里研究空气动力学 已经有很多年了 向前飞 向后飞 时速可达六十英里 卡特尼斯 我要是也能给你 造出这样的翅膀 就好了 我怀疑 我是否控制得了 它们 比特 我笑着说 它们 一会儿飞到这儿 转眼 又飞到别处 你能用剑 把它射下来吗 比特问我 我从来没试过 它们身上 没有多少肉 是啊 你也不会为了 练习剑术 而射杀它们 可我敢说 射中它们 并不容易 倒是 可以张网 把它们抓住 戴尔说着 似乎又回忆起 以前 张网捕捉动物时的情形 拿一张细网 罩住一片地方 留出一个 几英尺剑方的口子 在网子里 放上有蜜的花朵 当鸟 来吃食时 干净把口合上 它们听见声音 想飞走 可 网子 正好把它们兜住 能抓住鸟吗 逼他问 我不知道 我就是这么想想 也许 它们不上这道 盖尔说 有可能 你刚才说到 它们逃生的本能 站在要捕猎的 动物的角度 思考问题 就能抓住 它们的弱点 逼他的话 勾起了我一段 不愉快的回忆 记得 在世纪极限赛 开赛前的准备阶段 我看到逼他 参赛的一段录像 那时 他还是一个孩子 当时 他把两根电线 接在一起 导致那些 追捕他的孩子 触电身亡 那些扭动的身体 抽搐变形的脸庞 仍映陷在我的脑海里 许多年前的逼他 在走向饥饿游戏 胜利者的瞬间 眼睁睁地 看着其他贡品的死亡 不是他的错 他只是出于自卫 我们 也都是出于自卫 突然 我特别想离开这里 在有人下网捕捉蜂鸟之前 离开这里 毕特 普鲁他是说 你有东西要给我看 是的 没错 你的新弓箭 说着 他按下了轮椅上的按钮 轮椅载着他 出了玻璃房 当他在特防部的房间里 拐来拐去时 他就自己做轮椅的事 跟我们做着解释 现在 我也能慢慢走动 可就是很容易疲劳 这么着 我来来回回方便些 芬妮克 现在怎么样 他 他很难集中精神 我答到 我并不想对他说 芬妮克的精神 已经垮了 很难集中精神 嗯 逼他 惨笑着说 哈哈 你要是知道芬妮克 在过去几年 是怎么过来的 就会觉得 他现在还能和我们在一起 简直就是奇迹 不过 你告诉他 我再给他研究一个心鱼叉 好吗 这样 兴许能让他分分心 分心 似乎是芬妮克最不需要的事 可我 还是答应帮他 把信带到 一个大厅的门上 标有特制军械库 门口 有四个警卫把守 他们检查了 我们手臂上的时间表 这只是第一步 接着 又扫描了指纹 视网膜 和DNA 我们要穿过 特殊的金属检测装置 逼他 需要把他的轮椅 留在室外 安全检查完毕 进入室内后 他们会再给他 另一张轮椅 我觉得这安全检查 真是奇怪 我想象不出 在十三区长大的人 怎么可能对政府构成威胁 为什么 他们还要加以防备 莫非 这些防护措施 是针对 最近大批 涌入的难民的 穿过大厅 来到军械库门口时 又进行了 第二轮身份检查 好像在穿过 二十码大厅的几分钟内 我的DNA 会发生改变 我们终于被允许 进入军械库 军械库内的武器弹药之多 确实让我吃惊 里面 里面有一排排的轻型武器 运载火箭 炸药 和装甲车 当然 航空军线和这些 是分开放置的 逼他告诉我 那当然了 我说着 好像 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我真不知道 一把简单的弓箭 也会和这种高科技的武器装备 放置在一起 不一会儿 我们来到一个地方 看到整个一面墙 都摆放着致命的弓箭 我之前在参加 CAPIT的训练时 已经见识过各种武器 但那些 都非用于军事目的 我的注意力 集中到一个 看上去 很具杀伤力的弓箭上去 这件武器上面 有各种试镜 和小装置 这件武器 我肯定连举都举不起来 更不要说 拿它射杀了 盖尔 也许 盖尔 也许 你想试几件武器 说真的吗 当然 早晚有一件武器 会发到你手上 如果你作为 凯特尼斯的小分队成员 这武器看上去 肯定更惹眼 我想 你肯定想选一件 适合你的吧 是的 没错 盖尔说着 顺手拿起 我刚才看上的那一件 他把弓 举到肩上 通过透视镜 瞄准室内的 不同方向 用这东西打路 好像不太适合 这不是用来打路的 不是吗 我马上回来 逼他说着 按下了一个 控制板上的按钮 一扇小门 随即打开了 我看着他坐轮椅进去 直到 小门 在身后关闭 呢 你觉得 轻易就能使用这武器吗 用在人身上 我可没这么说 盖尔 把弓放下来 戳在他身旁的地上 可 要是我有一件武器 能够阻止 开辟他 对十二区的轰炸 要是 我有件武器 能让你远离竞技场 我肯定会用 我也是 我承认 可我不知道 怎样告诉他 杀人之后的感觉 那阴影 在大脑里 挥之不去 逼他 坐着轮椅回来了 怀里 抱着一个笨重的 黑色长方形大盒子 盒子的长度 从脚灯 一直 到他的肩膀 他到我面前停下来 把他斜过来 递给我说 这是给你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